大家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克里米亚大桥方向最新的情况 现在截止莫斯科时间 10月8号的晚上20点 克里米亚大桥单向通行已经恢复 现在车辆有指示的进行单向通行 也就是克里米亚大桥铁路和公路大桥 铁路现在已经恢复通车 但是公路大桥只能现在进行单向通行 所以现在铁路和公路都已经恢复了通车 预计通行的车辆从现在的50辆到明天早晨将增加到100辆 也就是说50辆现在可以放行 过50辆车 单向沿道路行驶 50辆车放完以后 这边再继续放行50辆 双方的进行往返放行50辆 到明天早晨进行第二次往返放行 那么第二次往返放行 车辆就会增加到100辆 所以可以看到克里米亚大桥车辆已经可以通行了 看到了吧 这车辆已经上桥了 单向行驶 因为克里米亚大桥这次毁坏的是双车道的一侧 大桥面垮塌 但是另一侧桥面没有受损 这是第一次放行50辆车 现在已经可以通行了 大家看到现场画面 所以现在克里米亚大桥实际上已经恢复了通车 另外铁路方向 那么俄罗斯的工兵已经开始对现场进行这种清理 可以看到铁路机车已经对铁轨进行重新的铺设 铁路现在我了解的情况 克里米亚大桥的铁路已经恢复了通车 从塞瓦佐布尔和新菲罗布尔到圣比德堡 莫斯科的火车整点发车 现在这个两辆车已经发出 那说明呢 晚上到达克里米亚大桥的时候可以通行 也就是铁路在莫斯科时间晚8点 8号的晚8点 铁路已经通车了 铁路的交通已经恢复 实际上从上午的视频大家可以看到 上午的视频呢 这油罐车虽然爆炸 但是呢 这个爆炸虽然引起了大火 但是对整个桥体 整个桥体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你从早晨的画面也可以看 公路桥爆炸 公路桥坍塌 但是铁路桥只是受到了火灾的影响 油罐车起火并没有爆炸 所以油罐车并没有损坏铁路的整体的 桥梁整体的结构 所以铁路只是更换了铁轨 那现在呢 整个的维修已经结束 俄罗斯的工兵还是非常给力 几个小时 半天的时间就把这个铁轨完全更换了 更换以后可以继续通车 那么铁路运输不受影响 这是最新的消息 可以看到俄罗斯的这个维修车辆 在克里米亚大桥上 对铁路进行维修 公路呢 因为这个桥梁垮塌 公路因为桥梁垮塌 所以公路的维修呢 需要一定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现场 公路 公路桥需要一定的时间 按照现在俄罗斯 克里米亚方向的这个行政长官 今天视察现场 得出了结论 预计公路桥的通车时间 也会很快 预计将在周日的早晨 周日早晨将所有桥体维修完 这个非常震惊啊 两天的时间 就几乎就可以完全修复 这个大桥 那现在看俄罗斯方面 非常给力 所以我说这个俄罗斯的工兵 确实很了不起 这是克里米亚方向的这个行政长官 克里米亚领导人叫谢尔盖 阿克肖诺夫 以及俄罗斯联邦副总理 马拉特胡斯努林 共同视察了克里米亚大桥 这是傍晚在克里米亚大桥现场 进行这个参观的现场画面 那他们参观以后呢 根据现场受损的情况 得出的结论 克里米亚方念呢 认为这个受损的情况 可以马上修复 而且呢 加班加点的话 加班加点的话 只需要两天时间 就克里米亚大桥这个公路桥 可以完全恢复 铁路桥20点已经通车了 公路桥的话 明天差不多就能完全恢复 这个公路桥就能恢复通车 那么现在呢 通过单车道已经可以进行这种单向的通车 先放50辆 再放100辆 就是克里米亚大桥两侧 两侧 单向行驶 那现在来看呢 实际上克里米亚大桥对俄罗斯的后勤补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现在俄罗斯不敢中断克里米亚大桥 这个维修 我觉得俄罗斯方面会 尽快尽快把这个克里米亚大桥 恢复到通行状态 尽快的恢复整个的交通 恢复后勤不济 所以现在来看呢 这次爆炸虽然对克里米亚大桥有影响 但是并不是致命的 那也不能排除未来呢 乌克兰或者西方在克里米亚大桥继续制造这种爆炸事件 现在整个克里米亚大桥啊 像这种卡车的运输已经中断了 基本上都是小汽车 卡车运输已经中断了 主要是防止呢 二次爆炸 如果再有这个爆炸物上桥的话 那会对整个桥体产生致命的威胁 这是现在我获得的最新的消息啊 莫斯科时间 8号晚间20点 铁路已经完全通车了啊 圣彼得堡莫斯科发网 塞瓦索贝尔新飞卢贝尔的火车啊 时刻表已经恢复正常 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个克里米亚大桥 啊那么公路呢 现在是单向通车 在周日早上啊 当地领导人确认在周日早晨 整个克里米亚大桥 可以完全恢复通车 可以看啊这是单向通车的现场画面 车辆是可以通过的啊 这俄罗斯工兵确实啊很了不起啊 速度非常快啊可以看 那现在这个克里米亚大桥 实际上已经单向开始恢复通车了 那克里米亚当局的地区议会的主席啊 弗拉基米尔康斯诺夫 他表示啊受损情况并不严重 那紧急情况将很快消除啊 桥上的交通目前暂停 但是呢可以单向通行 海峡的航运目前并没有停止 而且呢准备了一个渡口 可以使用轮渡 临时的进行摆渡 渡口呢是在伊里奇村附近 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塔曼 沃尔纳交接处为驾驶者开放了两个临时停车厂 可以进行摆渡 所以现在整个交通啊逐渐在恢复 那早上6点07分呢 塔曼半岛一侧的克里米亚大桥呢 部分桥体被炸毁 铁路上的这个油罐车 7个油箱被引燃 部分桥体垮塌 但是呢这个桥墩并没有受损 桥墩并没有受损 所以呢现在主要更换的是 公路桥的这个桥体表面 两天的时间可以完全更换 做一个临时性的更换 那现在呢俄罗斯方面也在对现场进行清理 以及对现场的相关的爆炸物进行提取 现在呢基本的情况已经确认了 前面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了 包括卡车司机的身份 这辆卡车的身份 另外呢周边还发现一男女的尸体 就是小汽车驾驶员的尸体 小汽车现在呢正在从海里打涝 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这个事件虽然是突发 但是俄罗斯方面的反应 特别是紧急情况部的反应非常迅速 包括破案也非常迅速 我呢现在正在等最新的消息 如果后续呢在克里米亚大桥方向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克里米亚大桥的交通恢复以后呢 实际上呢就会缓解在克里米亚在赫尔松方向 俄军的这个后勤补给压力 所以克里米亚大桥未来呢会成为俄罗斯和乌克兰 包括北约和俄罗斯争夺的一个焦点 另外呢乌克兰方面很有可能会进攻马里边 从扎波勒方向进攻马里边 切断这条路上不宜通道 美国方面的实际上并没有向乌克兰提供300公里的海马斯 所以乌克兰想用导弹攻击克里米亚 其实是很困难的 实际上占领梅里托边以后呢 乌军现在很难够到克里米亚大桥 从海上 俄罗斯也在封锁黑海 所以乌军现在呢更多的使用这种特种战 使用这种间谍 自杀式卡车 对克里米亚大桥进行毁杀 那这是现在克里米亚大桥最新的情况 让人非常意外啊 已经进行通车了 铁路已经恢复了 这个很了不起 也要祝贺俄罗斯的攻击 效率非常高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